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我们集合类型中的一些 基本操作命令 像添加元素 删除元素等等 那这节课呢来看一下 我们集合中剩下的命令 如何来实现我们的交集 并集 以及我们的差级的一个操作 首先来看一下 想实现一下一个差级呢 我们可以通过sdiff 实现集合之间的差级操作 sdiff 它是返回集合间的差级 语法呢来看一下 sdiff 第一个集合 第二个集合 你可以给多个集合都可以掉掉掉 这样的形式 那我们可以来实验一下 插级 什么叫插级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交集吧 对吧 插级不是交集啊 插级是在 第一个集合中 假如说我们拿两个集合为例 给大家画个图吧 搞清楚 假如这是第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中 有这几个元素 有a 有b 有c 有d 其实这块再来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中呢 也是有这么几个元素 有b 有c 有d 有e 那现在第一个集合和第二个集合 它们的交集是不是 bcd啊 这是交集 bcd 那x集呢 如果你是先写的第一个集合 再写第二个集合 那只是在第一个集合中的元素 不在第二个集合中里 那是不是会返回我们的a啊 对吧 这是以两个集合为例 同样的 如果你在有第三个集合 先算前两个 再和第三个 去算 做插级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这个 集合的一个插级的做法 那其他的多个之间 依此类推就可以了 好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来在这写一个例子 s add一下 test set 1 有a 有b 有c 有d 还有e 咱们多来两个元素 接着再来添加一个test set 2 接着呢 有b 有c 有d 有e 有f 两个集合 好 再来把第二个也进来 那这时候我们要写的 想看这两个集合之间的一个插级 s div test set 1 是不是吧 set 1写到前面了 对吧 那在集合1中 不在集合2中 有谁啊 是不是只有a呀 你看一下 这是两个集合的 是不是只有a 这样的效果 和我们刚才分析的效果一样 如果你要写反了 s div 你说我想看一下 在集合2中 不在集合1中的元素 有哪些 那就把2放在前面 是不是只有f啊 这样的形式 没问题 只有f 那如果说我们再来一个集合 三个集合也是一样 s i的 test set 3 接着 xy c 好 三个元素 那现在呢 你看我们写三个的 s div 一下 test set 1 test set 2 接着test set 3 那首先呢 是拿1和2 做完之后 s 和3 做插级 都是这样 从左往右 看你书写的一个顺序 那现在出现的结果 应该还是我们的a 还是a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 如果这个set3中也有a的话 你来看 它会返回一个什么样子 再向我们的set3中 加上一个a 接着再来运行我们刚才的效果 这时候它返回的是一个空的 是不是没有差击呀 对吧 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差击的做法 是不是比较简单呀 对吧 那接着有点像我们这个数学集合中的 这个操作是不是一样呀 接着还可以实现什么呀 还可以实现并级 插级 交集吧 sinter 现在一个交集也比较简单 返回 集合间的交集操作 交集 那交集呢 看我们刚才这个图 交集是不是 bcd呀 既在第一个结合中 又在第二个结合中 如果再有第三个 同样的再拿它和第三个集合去交集 取的是公共部分 那语法呢 也是sinter 接着第一个集合 第二个 这样的形式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直接来写 就拿我们上面写的几个集合来用 test set1和test set2 那应该出现的是bcd bcd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再看 在1中 既在1中 又在2中 同样的 你要写三个的话 那现在这三个 一个交集是谁呀 这三个里边有交集吗 你试验一下 test set3 那是不是没有啊 对吧 你看test3中 xyca和我们的bcd 是没有交集的 接着我们再像这个test3中 你可以加一个 sadd test set3 添加一个b 这时候他们的交集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b出现了 好 在运行刚才的 这时候会得到 他们三个的一个交集 是一个b 比较简单 好 再来看一下 最后还得实现 我们的并级的操作 并级呢 我们可以通过s uni和b 联合 返回 集合中的并级操作 那这个呢 就是也是和我们数学中的 是不是一样呀 就返回 各个集合中的一个并级 那像我们这个效果 看这个图 abcd和bcd 它们的并级 是不是两个集合的一个核 那元素不重复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abcd 加上一个e 这样的效果 语法呢 也是语法suni 接着指定一下 key key 点点点 来试验一下suni test set1 test set2 这时候应该返回的是abcd ef 这样一个并级的操作 那同样的 你再把第三个也加上 又多了我们的xyz test set3 你看 是不是把xyz也加上了 对吧 就是一个简单的并级操作 相信学过数学的 这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好 那接着再往下 看 刚才我们看到了 想得到集合中的元素数量 还有一个命令 应该把它放到上边也可以 就放到这吧 那这个也说一下 我想得到集合中元素的个数 我们可以通过s card s card 返回集合中元素个数 就是得到我们一下 集合的长度呗 对吧 语法 s card 加上一个key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s card的一下 写生一个test set1 是不是一共五个呀 没问题 那你再写成一个不存在的 它返回的是一个0 这个结合不存在 返回的是一个0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接着再往下 和这三个差不多的 它只是返回回来了 返回这些集合操作一个结果 不管是交集也好 插集也好 并解也好 是不是只得到了这个结果呀 那现在我想把这个结果保存起来 你就可以通过这么几个命令 像我们的s def 将保存通过stop 来把它存起来就可以 那这个命令呢 就是我们和s def 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把这个结果保存到了你的指定集合中 这样的形式 那但是这里边呢 先看一下它的语法 先看一下它的语法 语法 s def stop 保存到呢 destination 接着 执行我们这个操作 插集的操作 点点点 这样的形式 但是需要注意 如果这个集合要是一个存在的 就是你的这个目标集合要是一个存在的 那这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覆盖 那这个集合呢 也可以 这个目标呢 也可以是一个key 本身 就是我们这个集合 某个集合的本身也可以 一会我们来试验一下 先看一下 s def stop re 把它保存到哪呢 保存一个 def set def set 做test set1 和test set2 的一个 定级操作 插集操作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def set是不是不存在 对吧 那接着你来看 s def stop store 这写错了吧 tore 没问题 这写错了 写的tore tore stop 存储 好 成功 保存到了一个 返回的 是不是这个集合中的元素数量 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s members 接着写上一个 def set 只有一个 a 只有一个 a 接着我在向这个元素中添加一个元素 s 在这来写 s add def set 里边有一个 看一下 一会我们再来做一个 a 这里边也是a 插集 接着反过来 会得到一个f 假如说我们这个集合中添加一个f吧 你看这个目标集合中已经有f了 成功 现在里边一共有两个元素 接着我们再来写成一个s def dif dif st dif test set 2 和test set 1 将它的结果还是保存到这里 你看一下会产生什么效果 好 还是一个 接着再看一下刚才这个结合中元素 你看 只剩下了一个 之前的元素 咱们不应该写f 这个 再来一个 再用一下它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集合已经存在了 它会产生一个覆盖的效果 好 接着看一下 是我把这个集合给覆盖掉了 那接着把我计算的结果保存到了这个dif set中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 你也可以把它保存到 我们自己的这个 已存在的这个集合 保存到哪呢 就保存到我们的test set 1 之前有五个元素 那这时候你再看 成功 在s members smembers test set 1 这时候是不是就把之前的集合给覆盖掉了 只保存了我们这个 插击之后的效果 好 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 第十二个 写成s 可以做插击保存 是不是还可以做交集啊 inter stop 将 交集的 结果保存在 保存在 保存在 指定 集合中 语法呢 语法呢 s inter stop 接着 destination 加上写的key 这样的形式 那这个例子呢 大家自己来写就行了 是不是参照着之前的就可以了 我就把这个语法给你写到这儿 同样的 同样的还有一个 s啊 s啊 s什么呀 unit stop 将 并集 保存到 并集的结果 保存到 指定集合中 要学会举一反三 不能把它学死了 s unit stop destination 相应的key 比较简单 最后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将 一个集合中的元素 移动到 另外一个集合中 那这个操作呢 肯定是一个原子的 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 s啊 目来实现 它的作用是将 集合中的 将集合中的元素 移动到 另外一个集合中 那语法呢 来看一下 s目一下 首先原集合 south 移动到目标 目标集合 destination 接着移动哪个成员 member 这是它的语法 注意这是一个原子操作 原子性操作 这种形式 那接着在这里边 还需要知道 如果我们这个south 集合中 不包含我们 指定的元素呢 那这个命令呢 就相当于没有执行 但会返回一个零 那否则呢 它就会把这个元素 从这个原本的 这个集合中 删掉 接着再添加到 我们的目标 集合中 好 那接着再看 如果目标集合中 已经包含了 这个元素的时候呢 这个呢 s目这个命令呢 只是相当于 把我们这个原来 这个south里边的 这个元素 给删掉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 元素被成功移除呢 返回的是1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做一个例子 先看一下stest1 smember testset1 这里边只有1个 接着再看一下test2 是不是一共有5个呀 对吧 那接着再看一下 我现在想把2中的这个e 移动到a中 可不可以 s目一下 testset2 移动到testset1中 移动哪个成员呢 移动一下这个f成员 那这个成员是有的 其实你可以先判断一下 是否存在 好 成功了 成功之后再看一下 刚才这个 是不是少了一个呀 接着再看一下1 是不是多了一个 这样的形式 那同样的 如果你再运行一下 刚才这个效果 它反复的是什么 0因为这个集合中 test2这个集合中 已经没有这个f元素了 所以说返回的是一个0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再向test2中 再添加回来 saddtestset2 接着添加一个元素f 这个就有了 接着smemberstestset2 你看到有了 接着如果你再执行 刚才这个命令 那这时候 我们在testset1中 是不是已经包含了 这个f元素了 那就相当于简单的 把这个f从我们的 第二个集合中删掉 就这样一个效果 好成功 接着看一下 第二个成员中的元素 少了 再看一下1中 本来就有 所以说还是这两个 就是一个简单的删除 好 这个smembers这个命令 也比较好用 那到此为止 和集合 和我们的无序集合 相关的这些命令 已经全部带着大家 过了一遍 那接着下来之后 大家把这几个 像交集 差集 并集 包括移动元素 这几个 好好的练一下 那下节课 我们把最后的一个 有序集合 把它说完 那我们的这个类型 以及常用的这些命令 就已经完事了 接下来 我们就学习一下 和Redis相关的一些 高级内容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